神情凌重不发抑郁 艺人黄紫娇被爆出是非法色情网站 创意私房的高级会员引起公愤 网站被封网现在却传出 创办人要在社群平台Telegram重启炉灶 一名网红在脸书分享 Telegram群组内一人一句 创意私房复活了 一次开出三个交易群组 更嚣张拿黄紫娇当宣传 引起卫福部高度关注 更扬言可能将为此禁用Telegram 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有点治标不治本吧 体制上把它封锁掉 但还是有可能会有一些人就是专漏洞 微福部5号向媒体表示 若搜证确认违法聊天室真的存在 24小时内必须移除 但若平台未依规定将采取全面封网 到时候全台使用者可能都无法使用 我们接到这些相关具体的这个试证之后呢 如果有这个具体的这个网站违法 的话就会其他下降 如果业者都配合做下降的处理 当然就不会疯亡啊 Telegram称求使用人数突破4亿元 平台可以完全匿名用户资料 香港反送众运动 示威者也为了躲避当局监控 用Telegram互动防止身份曝光 不过拥有高度隐私特性 也因此沦为非法天堂 台版N号房是否入侵Telegram 还得搜证调查 不过若被封锁将严重影响 一般用户的适用权利 Because the app doesn't